现在是暑假期间 宜兰邮局为让更多小朋友认识邮生工作 特别举办了极有研习营 内容包括了邮票使用、收藏价值 以及邮局的业务等等 不仅让参与的学生获得知识 也减少了许多好朋友 经过两天体验学习后 小朋友已经对邮政运作有了初步的概念 所以老师的出题考试 学生都能很快应答 答案是什么 一个妈妈跟一个小孩 老师是讲心情的邮教哥队 邮局所举办的极油严习营 主要目的是希望从小培养极油兴趣 看见邮票之美 灌输储蓄理财观念 而且分组比赛当中 还能训练互助精神 认识好朋友 参加的学员都觉得收获很多 很好玩 有学到可以怎么把钱存到邮局里面 还有极油的方法 我来猜猜几次 六次 六次 为什么 好玩啊 那你学到什么 邮票知识啊 什么知识啊 相关邮票知识 极油的极油方法之类的 好玩 那他有学到什么 有学到怎么 怎么换货币 储钱 储存钱币 我们会交口配一些极油的尝试 还有邮票的欣赏 那还有一些有关邮局业务 储慧业务 理财方面的活动 那主要是让他们培养极油的兴趣 然后结交朋友 发挥团队的精神 就是希望他们从小就是对 邮票有一个初步的认识 知道怎么使用邮票 然后再 就是可以从邮品里面 也可以欣赏到艺术 然后科技运动 各种不同方面的知识 邮局表示 每年都会举办类似活动 因为课程丰富有趣 常常一开放报名就额满 所以想要参加的学生 只有等明年 宜蘭新闻记者张丽玲 采访报道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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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